近期香港的傳媒界不斷傳出被整肅的消息 從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 到蘋果日報和免費報刊AM730 相繼被廣告商撤掉廣告 現在連新興的網路媒體也被受壓力 今天包括獨立媒體、852郵報、熱血時報 以及社會記錄頻道等期間網上媒體 聯合舉行記者會 抗議港府無理限制網路媒體記者的採訪 自03年期大遊行之後 中共加強操控和收買主流媒體 獨立而敢言的網上媒體應運而生 但他們投訴遭到政府無理打壓 多次被拒絕發出採訪通知和被限制採訪 其實政府是在多次一些事件上 用一些其實是不透明 兼且其實甚至是沒有準則的情況下 拒絕我們是常設的偏採組的人員 或者一些外境組的人員進入立法會採訪 或者政府採訪 國安議員將在星期三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執行 希望政府做出改善 新唐人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